可是這個比較有情趣啦 比較有飯店的感覺 情趣可以另外再製造 如果機關會有Switch PS5 嘿嘿嘿 這麼快喔 5喔 沒有5喔 沒有 還沒買 還沒買 想像十年後自己會有 Good Morning 又是詹姬的一天 我們的房子的進度呢 總算來到了設計的階段 對 總算撐到這邊了 我們之前在交屋的那個過程 還有在等辦貸款的過程 其實我們就有在網路上就找一些喜歡的設計師 然後最後爸爸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好挑喔 其實毛太多 真的毛真的有點多 就是要挑到自己喜歡的真的很難耶 我有參考了設計家 參考了100設計 看他們之前的案例 然後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風格 我最後篩選到最後啊 真的覺得自己適合 然後覺得好像可以跟他們合作就兩家 那兩家呢我們都有去跟他們聯絡 然後知道他們的報價 然後他們也有來幫我們現場做丈量 那丈量的時候好像都不用錢 然後丈量完之後呢 他會給我們三張他們設計的平面圖 後來我們就是兩家裡面選一家 然後我們最後選了這家 陳白 陳白 是沒設計 這家在 我應該說最後是我就給蘇珊做決定啊 因為 聽不出 他毛太多了 沒有因為兩家我都OK 我覺得兩家都很有想法 就一個是比較創新的 然後一個感覺是比較實用一點的 那最後蘇珊選了一個比較實用一點的 對 那你為什麼最後選這家 因為另外一家 他就是比較採用跳色的元素 反正我對跳色其實還好 但公司我就覺得很適合用跳色 可是如果是家裡的話 我會覺得你要長期讓自己看起來舒服的狀態之下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好 對然後我們家之前很花嘛 我們想說之後家裡如果再跳色的話 可能我們東西再擺進去會更跳 會更花 而且我們的元素已經比較花了 所以如果再用那種跳色的顏色進去 可能會相衝到我覺得 對所以我們最後就選了這家 那也有很多人問我們說 欸那你們有沒有要做迪士尼風格啊 開玩笑啊 當然啊 怎麼可以錯過呢 都是一輩子一次的機會 人生第一個家 終於可以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以後歡迎在我們家找Hide Mickey 不用去迪士尼樂園 在家就可以享受迪士尼的飯店 所以這次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中心思想跟一個設計的主軸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家打造成 有質感的迪士尼飯店 我們要走有質感的路線 用一些造型啊 然後去用隱晦的方式 然後來呈現出來 就不一定是巨像 可是讓你一進來就知道 哇好有質感好高級喔 我們就出一張嘴啊 然後設計的部分就交給設計師 還是交給專業的來啊 那今天算是我們簽約完之後 第一次要來討論一些細節 細節主要討論天花板 然後還有一些插頭什麼的 那今天就大家跟我們一起 陪我們來決定一些事情 我們今天主要檢討的是平面系統 那平面系統就是 隔間的尺寸 然後開關插座 天花板的關係 地平 我們要畫立面的時候 每一面會有補出它的縮影 所以到時候會用這個圖面來整理判斧 這是拆除圖 因為我們這邊地磚要換跟旋關 所以這邊會打掉 然後你的隔間會有調整 所以這個都會拆掉 這是隔間尺寸 思考一下哪些東西我們要做調整 尺寸夠不夠喔 因為廚房我們有談到要做六角磚 我建議延伸到廚房 所以這樣才會比較特別 這是波隆坦 這是可以隨洗的 想說你要比較特別的方式 就不要都是木地板 它是地毯的一種 拿不起來的 拿不起來 但是它可以隨洗 直接洗 常好看看 因為我本來想說 看是不是房間要跳多不一樣 因為小朋友房間 我們要比較走迪士尼 比較可愛的感覺 我想說就不要再是木地板 試試看這個 天花板 我看到的重點 到客廳的部分 我整個拉高 你可以最高可以拉到295公分的高度 天花板空調的觸碰口 我想要讓它跟整體做一個 比較有現代感的分割的方式 然後這邊就是 你提到你要有一個米奇的意象 但是我想要把你這邊做 有一點比較大人的迪士尼 所以大人的是 我有可能在你這個上面 我想做金屬 然後也許你這一塊 我也可能做鐵件的 這個到時候3D5會模擬不同的樣式 讓你看 米奇的裡面 有可能是用杜太板 或者是毛絲面 我比較想要有這樣 對 我就想要給你一點大人的迪士尼 然後你的天花板 現在我初步的設想是用 甲板藍色 去做有一點灰色的塗料 然後讓它有點仿舊的感覺 有點像是閣樓的那種感覺 要嗎? 對 是 要嗎?你要到這樣子嗎? 這個講起來很貴 做完之後 然後講出來這個設計 所以如果這邊做白夜的話 這邊就不用做創臉 還是要啦 然後你洗澡 這邊跟它怎麼關係 跟我一樣 可是在晚上睡覺 會不會介意 會有一點你看到黎明廁所 對對對 可是這個比較有情趣 比較有飯店的感覺 對啊 情趣可以另外一點洗澡 那插座這個 你就要回去做功課 你要思考一下我給你的夠不夠 你有沒有要增加 要不要USB的東西 我有錢幫你配 我留一個特殊叫燙碼的插座 現在的燙碼 以前燙衣服傳統的 它會有一台那個 比較大型的 那個叫燙碼 就是頂下來直接燙的 但是現在因為燙碼 是結合到抽屜裡面 所以它裝在其中的一格抽屜 你拉出來之後 燙碼折開來 你就可以燙 然後到時候弄回去 就關回去 所以它會很方便的收納在這一個 那它也只佔大概25公分的高度 因為現在都比較方便 有這些配件可以做 空調圖 你的客廳的部分 整個因為你是開放式的 我想要讓你一台主機就好 你如果分兩台 客餐廳這樣開 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一台開了之後 你的出風口就是這幾個地方 出房我會獨立讓你一台 因為你有滿 OK 謝謝 那今天這個是我們圖面的東西 我們怕小朋友會不會 就是兩個都想睡上面 那是糟糕了 一定的 所以乾脆就兩個都睡上面 就不要搶 所以它180之後 這邊其實是夠了 只是它這邊緩衝的時間就會比較少 因為標準的房間門是90 我想說既然都重做 為什麼要設計在90 放大到150更漂亮 你希望八台有層次嗎 你要拉起來嗎 因為這是低的 我覺得不要拉高 因為我會不好拍 平面我會比較好拍 因為這邊會拉高會遮光 然後我大部分可能需要是我在做 我們想說這個的話還有一個 需要展示的就是鋼鐵人的一個模型 大的嗎還是小的那些公仔 大概這樣 OK 放 全身鏡有地方放 塞得下全身鏡 可以全身鏡一般我的習慣 我會做在你衣櫃門片打開的部分 嗯 我想說這個鞋櫃可不可以打開 有一個 鞋櫃的面就直接 門片就做全身鏡的就好 要不要打開 這樣不是更好 對啊 光的部分 就是我們光的部分 白天應該沒差 因為我們家台光還算不錯 對 那因為我們拍片的時候 最怕就是那種頂光 這個水管燈它其實只是一個造型而已 它不是你的主要照明 還是在間接照明 主要還是間接照明 我想間接照明有沒有幫我再選 我比較怕黃色 因為黃色拍起來就會比較 那你就是白光 可以啊 現在有那種可以調整嗎 你等一下裝兩組啊 你要切換 對不對 切換 其實一般有尖照 它的整個照度就會差很多 你這邊我都有幫你安排 這一整個L我都有安排 你的整個亮度就會起來 就不需要一定要靠這個東西 先一組好了 那個亮度把它做亮一點 陽台的部分啊 你覺得這邊需要做一個平台嗎 可以啊 OK啊 沒有問題 你覺得有需要嗎 還是有點 可以啊 因為你外面view其實蠻漂亮 而且你陽台還蠻大的 這個牆面啊 我們在想說 你想要做什麼樣子 適合掛一個畫還是什麼 就一個大型的啊 越大越大越誇張 可以啊 因為其實這個牆 如果你是沒有給小朋友塗牙 不然其實拿來做塗牙牆是最適合的 不然就是做塗牙牆 然後用那個畫去遮醜 幹嘛遮醜 為什麼會遮醜 因為他畫完之後 可能拍起來就很醜 那他們就可以在那種 畫的那個裡面的界線裡面畫 其實這一面當塗牙牆是最好的 可是他們一定不會在那邊畫 你怎麼不會 倒數畫 不會啊 你做成像黑板牆的感覺 他就會塗牙 可是我怕黑板牆會太髒太亂 那一定的 就是比較會太有假的感覺 可是你不可能用白板牆 玻璃白板啊 對啊 就沒有那個感覺 你要掛畫可以啊 我會建議你找一個比較大型的 先掛好好了 然後他們畫亂之後再重新有機 好好OK啊 我這個桌子會有兩台電腦 筆記型電腦 然後跟兩個螢幕 螢幕多少 27吋 它沒有主機 沒有主機 就是用筆電 各自就需要兩個插頭 就要四個插頭 硬碟跟充電 因為我還有一些相機需要充電 然後這些機能如果放在這邊 OK 就是一個櫃子裡面 這樣不會看起來那麼亂 就是我的櫃子打開來 可以 有一些是 可以啊 你那些到時候那些要給我 這你會做兩個櫃子 還是會做我一體的櫃子 我要看你的設備 我才知道我要怎麼 腳架 器材 印碟 相機 公司用品 就是文具膠帶什麼 還有一個縫紋機 印表機 對我剛正想問 聽表機我可以放哪裡比較好看 聽表機一定要在你工作室裡面 對 一定要在工作室的哪裡 他睡紙機 喔沒有睡紙機 喔沒有睡紙機 我的個子都大公開的 所以丟個色筒 然後媽媽有很多包包 有多多 20秒 可能不只 不只喔 那什麼樣的包 20個大概都大型 像你背的這套 大小 跟一間光放包就沒了 我希望是可以看得到 我知道要使用比較好 OK 你們除去有沒有什麼 先進的設備 是讓那個碗會比較好拿 就使用起來有時候 都會為了要拿下面 就會很不方便 有啦 進口的有啦 進口的有啦 很貴 非常 沒有錢嗎 他的東西有很多 有一些機能比較不一樣 過產的沒有 我有機會會有Switch PS5 這麼快喔 5喔 沒有5喔 沒有還沒買 還沒買 想像10年後自己會有 然後MOD 跟Cable 我會在做智能家具 我會需要一樣放紅PASS 可是它就是一顆蘋果那個 好像只能展示出來 就是要這樣放 然後對我想說如果有 就是轉角的部分 可以啊 可以啊 要特別注意就好 我確認一下喔 所以你最後覺得我們做六角裝會好一點對不對 比較特別啊 可以啊 因為延伸到玄關過來啊 我們電視牆的部分 國外屋可能 也許是鐵劍搭配食材 或者是像這種特殊的牌 我有錢嗎 食材 聽到錢的聲音 因為食材現在很多特殊 有一些比較防骨面的 以前是在傳統都是亮面的 喔喔 因為我們拍攝的亮面很麻煩 我知道所以我的東西 現在都是用這種防骨面 嗯 這都不會反光 對啊 那我們的開關面板可能也要選 國際牌最最比較高等級的 鋁合金面板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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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蛋細胞一進來 兄弟他們一看 然後他還有 就是這樣搭配看起來這樣 那個這個 對啊質感就很好 我這些鏡子有些比較特殊的 像這個藍鏡 粉紅鏡 如果你要喜歡 我會在一些局部的地方用 嗯 它比較高單階 但是我不會用大量 因為大量起來應該還滿可怕的 那還有這種 活酸鏡這種很特殊的 哇這顏色很有質感 妝妝最難的就是選擇 因為我只讓你看 我讓你配 我也很障礙 有一些特殊的 我沒有讓你選啊 我就是看你戴啦 對啊 你想選還不讓你選 我也很障礙 我就說方向可以比較特殊 跳出來看比較漂亮 當然有很多顏色 只是說要亮光還是消光 消光當然比較特別 這種亮光是一般捷徑剛烤 我們說我看到了白色的什麼 大概就是這些產品 那木皮的部分呢 你有沒有比較偏好的 這個顏色比較少一點 反正色調你要哪個色調 我覺得類似那種 呈現起來好像蠻漂亮的 但是它花紋咧 它花紋是那種像 它有三型跟指紋 它三型就像這樣子 這個叫三型 你喜歡哪一種 你喜歡三型 三型比較漂亮 因為你指紋就會比較單調一點 就像這樣子 它都是直的 對對對 所以一般會挑三型比較漂亮 美艾版比較不怕小朋友破壞 它是印刷的產品 它是別的東西 如果小朋友給你挖下去 你就 再貼 要注意啊 美艾版跟木皮的兩個 的優缺點是 木皮的東西 因為它 整個面它貼起來 尤其像弧形的 它都有辦法 有辦法做 然後交接面 因為它是比較薄的 所以貼起來 比較看不到那條縫 嗯 那美艾版 它是有厚度的 譬如說像這一道 牆面來說好了 這個木皮貼上去 它的轉角 可以很密的接上去 可是美艾版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它的縫 你會看到它這一個厚度 差別在這裡 這是正常的施工法 只是讓你知道 可是有的人會覺得 就不要看到那一條 接縫 就覺得它怪怪的 那後面再說 先移木皮 對 先移木皮 那個後面再說 我想後面可能都要快沒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波隆坦的部分 如果不要 我們就木地板去操作 因為它是不是比較特別 木地板就好啦 那就單純一點木地板就好了 就我們把我們 我們所有東西要收納的東西 先丟出來 然後自己先亂分配一些地方 有看到注音啦 襪子 襪子 因為襪子太複雜了 你會寫英文就好啦 S.U.C.K嘛 這樣我看不懂 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討論了天花板 然後 電源 然後把我們一些 我們想要收納的東西 先整理給他們 下一次我們就是會 所有櫃子的設計面 利面 機能性會出來 裡面的那個層架什麼都會 比較清楚 喔 那我的那個就很重要了 對不對 對 我的小超 所以我要你這些東西 喔 好 OK OK 所以其實找設計公司 應該要再找一點點 一確定你有 想心動的房子 就可以開始找設計師了 或者是你在看房子的同時 就可以邊找設計師 這樣你才不會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 管理費繳子也是繳子 它就寫在那邊 所以我們決定要去那邊錄影 真的可以再找一點 因為他們前期的作業 可能也要一個多元 所以 大家可以再提前多一個多元 然後你交募完之後 他們直接進場 這樣子最完美 那期待我們下次再來討論 更細的細節 沒機會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 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請觀看